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消耗的香烟有几十亿只 20世纪初中国创建了第一家烟草公司 到现在中国香烟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 香烟的制作工艺在这个期间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虽然大家都知道烟丝的颜色是黄褐色 但它原有的色彩其实是绿色 烟草对于种植环境较为挑剔的 温度在8到38度范围内最为合适 叶片成熟70日均温24度左右最为合适 而烟农门常说种烟是基础 烘烤是关键 烟叶摘减分类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晒烟或者烤制 使其成为卷烟原料 原烟 随后烟叶必须在卷制前经过自然醇化或人工发酵 使烟叶颜色转身 青色减少 杂气消除 香味显现 刺激减弱 余味有所体现 为了卷制出饱满美观 细味良好的现代卷烟 卷烟厂会用机器将烟叶切割成极薄的细丝 一般这个时候烟厂会加香料 各烟厂的香料配方是保密的 但是一般有香精 蜂蜜 糖 酒 还有添加剂等 当烟草被调制好后就会送往机器卷成烟卷 以现在的机器加工水平 一分钟就可以加工出8000到16000只烟 最后香烟会被一枝一枝的装合 然后统一由中国烟草进行配送售卖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